但有一次我覺得 那個隔夜社被擦到爆是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是女生宿舍 就是都租女生 有一天晚上我就聽到一個 很正重的聲音 對 她有變數嗎 對 晚上那個時間 對 然後她就 然後她會這樣 然後就 好 女人我知道今天呢 所有的軍團們要跟我們分享的 就是在外面吃環吃素啊 是不是 要小心喔 注意喔 人都很恐怖的 有很多的這個恐怖的事情 還有很多的陷阱 甚至有很多的惡靈 對不對 惡靈呢 有來現場的 到底他們 不會吧 當然是惡靈 Eason是惡靈 因為他之前租的房子 還上了那個蘋果新聞頭條 真的假的 你說恐怖 沒有 因為他們擾靈 擾到有隔壁的鄰居拿蛋 去砸他們的門 對喔 你這一段是不是沒有 剛才知道的 對 這是他們先挑釁的 挑釁是你們晚上吵得要命 他晚上在家 一直以為這也是五月天 而且是一個人扮演五月天 而且是一個人扮演五月天 怎麼會這樣 知道你是什麼性格啊 請教唐老師 來做一下測驗喔 好 先來做一下測驗 直覺 你看看 停直覺喔 那個題目很簡單 醫院總是有急診室嘛 然後居然有糾紛 很吵鬧 你看頭一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直覺一下 第一 有傷者的仇家 最近急診室了 原來有那個黑道老大 在裡面受傷 就是受傷被送進來 有人進來追殺 好像電影場景 二 冷落病人太久了 所以家屬抗議 原來是家屬在那邊拍桌子 你們到底有沒有醫生啊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來啊 我們都快死掉了 知不知道 好兇的家屬 三 精神病患者發病大鬧 明顯他就是有異常的狀況 你在那邊 嗨 嗨 嗨 鬧一通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或者是是病人本身跟醫護對立 你不要擦我這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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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自己活跳 擦別的地方嘛 好 請直覺 好 來看這一題我們測的是 在別人眼中 妳是一個好房客 好房東嗎 我一定是 對 我一定是 對 超好房東 妳的應該不是耶 可是我覺得我是 可是我覺得妳應該不是 因為當時 可是按照妳剛剛講的那個開場 我還說她會弄鄰居 我就覺得這個很有尬詞耶 對啊 這是做了應該要有的原則啊 所以丟蛋嗎 不是 人家要挑釁妳 妳不能就是忍去吞聲啊 但妳晚上是不是很吵 妳知道我在她家做客喔 我從來沒有看過警察 到人家家裡拜訪 我在她家看過三次耶 都是鄰居覺得他們太吵了 而且那時候他們是 SIRCUS住在一起 你知道多可怕嗎 他們那個好吵 真的 可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那句治安很好啊 鄰居上面 哪裡好 你們都是一個 警察三個五十就會來啊 把我們這邊設一個巡邏點耶 好 不要講天了 我們有狀況好不好 我們有狀況 老師 那妳要先看 還是先看妳那個沒人選的 我先挑沒人選的 好 把沒人選的看一下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了 精神病患者正在發病 這也算是百年難得 一遇給妳遇到了 那麼 妳是好房東好房客嗎 妳只有10 喔 是不是 所以最壞的已經被選走了 不厭其煩 蜘蛛必叫 實在是有夠煩 比如說那個房東 要來給妳驗收房子的時候 妳這裡是不是貼過膠帶 然後它就把它刮掉 還有不要收到 還有圖叮叮叮的 這種房東是很討厭 那房客也一樣 有的房客就是屬於那一種 我電燈泡一閃一閃 妳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的水一滴滴答答 妳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裡有點潮溼 你要不要換一下地板 有些房東可能也會覺得我好累 好 我們來看最後一條 也有人選的 病人本身跟醫護對立 這個病人這麼不聽話還活跳跳 來 那你一百二耶 你是一個好房東好房 最好的 最好的 我剛好其實想選這個的 你少來了 妹妹 你沒那麼好用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狀況 好 烏況不佳 合音 油煙弄水 油煙這個也太 這個有 有的住很近的有啊 而且有的牙房 那個廚房就大家共用 那超脆的 像我三重的房子貼很近的 隔壁煮什麼我都聞得到 就配飯吃的 很香耶 真的很香 我遇過更誇張的是我有一次租房子 然後那個房東他就強調說 我們這一間房子是通風很好 所以你那個窗戶都可以全開這樣子 那我就搬進去以後呢 我就有一次的時候我在家裡 晚餐時間我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我就看到濃濃的那個煙 這樣子冒出來 從那個廚房裡面 幾樓啊 四樓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完蛋了 是不是濕火 可是我就想說 我沒有在煮東西啊 所以我就開始到處去找 然後我就懷疑是鄰居他家濕火了 我還趕快衝去鄰居家 按門店說你家濕火 你家濕火 我們要趕快報警這樣子 結果後來鄰居就很淡定 就說沒有啦 是一樓他們在那個燒炭這樣子 我說 我為什麼要燒炭 然後他說 因為他們家在夜市擺攤 擺烤肉攤 所以他們每一天都要先把那個炭燒 燒好以後才先去擺攤 所以Eason你說你是為了採光 然後通風 然後就租了那個房子 結果太通了 結果他的通風是從一樓直接通到四樓 整棟全部都是那個煙這樣 所以他再也沒有開過窗戶了 對 就再也沒開過窗戶 可是他真的蠻衰的 他住到哪裡房子都有吃 他只想要住到一個會漏水的 對 沒有 我隔音差也有住過一次 然後我那一次 我本來也想要找小甜甜的 一起來租我們那一棟 然後結果呢 後來 後來他就說 超衰喔 超衰欸 我覺得你們那一棟的鄰居比較衰吧 萬一有你跟小甜甜 是的 他真的很衰 結果後來我有一次 他就說他要來我家做客 然後順便看那個環境這樣子 然後他在我家吃晚餐 我們就吃一次 吃一次就說 然後隔壁就傳來那個 就是他們在愛情動作片的聲音 然後他就說 這都好可怕喔 坐七點的 我那時候真的嚇死了 因為你知道我們兩個人 單獨在進來吃東西 然後聽到那個聲音 那不是吃晚飯時間啊 對 年輕人隨時都OK嘛 然後他對到我的眼睛 你該不會想要 我們回應他 我好分心喔 你想太多 你想太多 我超過一減 他只有吃到他三不五十 他就會傳那個聲音 因為那個聲音真的是隔音很差 然後他就會說 我跟你講隔壁房客又換了 我說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 因為 是不是 這個衰的房子 我有住過 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有帶頭 我好多間 我先講第一間好了 第一間是這間 因為我每次都搬家才拍照 所以就是 第一次住這間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爸 那個我朋友的爸媽他們租的 他們就住樓上 然後我住樓下 然後他就說還不錯耶 就是五坪然後五千塊 然後蠻大的 然後啞放這樣 然後那時候有兩個窗戶 就覺得很通風也很棒 然後住進去之後才發現 啊 糟糕 就是他在高架橋旁邊 所以第一個是灰塵很多 然後第二個是車子 然後大卡車開過去 就很大聲 加上房子會有一點點晃一下 然後有一次是颱風天去露營 然後露營回來之後已經很晚了 然後我就很累進房間 就看到怎麼牆角那邊 就有一拋東西這樣 就大概這麼大吧 然後就好像一個軟 還是一個青春豆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牆壁 然後我就進去 我想要不妙 我就帶來房東 他說 欸 好啦 好啦 沒關係啦 我明天再幫你處理這樣 然後他說好吧 因為已經好像十二點多 我想他那時候睡覺吧 他剛好就是 因為就是在那個角角 所以剛好是在我頭的上面這樣 然後我就躺 我洗好澡很累 躺下去準備要睡 我就忍不住 我就不知道那是什麼 然後我就手這樣搓一下 哇 沒搓沒事 一搓就這樣 那整攤的臭髒的水就這樣 淋下來 妳那個是還好 因為我有租過類似像那種房子 它是剛好就是只要 美雨季節不是都會下雨嗎 有一次我回去的時候 就看到我的房間也是在漏水 然後漏水之後呢 它漏在旁邊就算了 它漏在我的床正中央 所以等於說 它只要一漏水 我的盤黃床就會去接那個水 然後我整個回家整個床都是濕的 然後重點是我也 妳就當那個啊 當那個水床床 不行啦 我當來房東 房東說沒辦法補的原因是 因為補那個洞啊 一定要是天氣好 乾的時候才可以補 那時候沒雨季節 我三天都一直看它在滴水 我覺得我住的是全部都有 因為我那個時候 剛來台北的時候 租那個雅房 你知道雅房跟雅房的間距 真的近到你就感到 很像木板這樣子 對 就好像隔了一個保鮮門 然後隔壁在幹嘛 你都會知道 我覺得比較扯的是 隔壁住的人 他講電話你一定聽得到 然後他打鍵盤 你也聽得到 他看電視你也聽得到 但有一次我覺得 隔壁是被插到爆 是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是女生宿舍 就是都租女生 但有一天晚上我就聽到一個 嗯 嗯 那怎麼很震動的聲音 我本來想說 可能他手就是手機震動 但那個頻率太不尋常了 因為很久 就是嗯 嗯 但他有變數嗎 對 然後他就嗯 然後他會這樣 嘟嘟嘟嘟嘟 然後就 是真的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真的 真的 我是聽到也是就是 他們的情侶的聲音很大聲的那種 後來我就發現有一個方法是 因為我每次都是要睡覺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 很大聲 你就會沒辦法睡嘛 就是開電視 我現在就是電視設定 大概一個小時後自動關 我就會就是 電視聲音去壓過 壓蓋那個草的聲音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加入啊 對 對 我們要這樣 其實你可以過去討論 好可憐喔 整個都剩幾個 所以你們才是怪鄰居惡人居嗎 對 因為我們很盛長 對 應該是因為隔音太差了 對 我們今天是當中置得其樂 就是玩一些就是 對 可是我有一次是遇到一個 就是我才 就是好不容易已經入睡了 電視可能也已經 一個小時後自動關入睡 我就聽到就是有人在敲門 一開始本來以為是隔壁 我後來就覺得不對很大聲 就是在敲我房間的門 在凌晨3點的時候 然後就敲 然後就聽到敲勒 很恐怖喔 很可怕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住啊 我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我想說好 我就去 男生女生 是男生 男生敲你的門 那更可怕 對 然後對他還叫我名字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嗎 他就說拜託拜託你開門 讓我進去 拜託求求你 我就說蛤 我說可是我現在穿睡衣耶 他就說拜託真的求你 求你開一下門 他就說我 他就講說他的性相 不會對我 到底什麼問題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就開門 給他進來 然後我就開門之後 他就說拜託你讓我進去 我就說怎麼了 他就說因為他是 你剛剛之前 為了跟他打賭 然後打賭去了 他在他街 他爸媽在看電視 他跟他朋友進去 把電視拆起來直接往下丟 真的假的 然後他們傻眼 一個不要這樣 不是 他就說拜託真的求你 求你開一下門 他就說 他就講說他的性相 不會對我 造成什麼問題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就開門給他進來 然後我就開門之後 他就說拜託你讓我進去 我就說怎麼了 他就說因為他是 小三 就是 他是小三 正公的來了 正公在門口 就等於我們裡面是 有一個門 進去就是四間 四個房間 就是一個大門 那個人在那個門口 敲門 那個人在門口 然後他從裡面 我沒有看過他 但是我認識他 對 他的男朋友 他後來就變成 他就叫我讓他躲一下 他就說因為你不讓我躲 他剛剛叫我直接從窗戶跳下去 幾樓 四樓 來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對啦 你剛剛講的是怪房客 就是怪房客 我覺得我如果有房子 輸給你們 你們都是怪房客 不是 我真的很乖 我們都很愛乾淨 好不好 我們最愛乾淨 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是喝醋冰 如果他早來摔一點 晚上需要我幫忙 我都拚了 我有遇過一個灌房東 是我之前租房子的時候 要看房的時候 不是房東親自 他就是找他的朋友來帶看 所以他就直接講說 如果你要價錢幹嘛 他不能決定 因為房東不是他 好 最後我租了之後 我租了一年多 我從來沒有看過房東本人 就是通電話的時候 他是一個男的 我就說我想 因為以前領薪水 你就想說直接給他現金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拿薪資袋 然後房東說 沒關係 你直接匯給我就好 然後我想說 他就不想見面 我想說好 那也算了 然後後來我東西壞掉 請他來修 他說好 然後我就想他 為什麼都不跟我見面 不是 可是我是真的一年多來 都沒有看過那個房東 然後怪房客 我之前租房子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是套房了 但是他是一層 打成很多個小套房 那我第一次也是晚上 然後有人來敲門 然後可是是女生 真的很可怕 然後你就 他就很急 然後他就說拜託就請我幫他 可是你就想說 反正同一層的 你也不好意思不開門 然後我就把門打開 就是一個媽媽 他就說 他說他老公要家暴他 然後他叫我先借他躲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好 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 我就說那我陪你回去 然後我就陪他回去 可是他根本就自己一個人住 好恐怖喔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想說算了算了 好 然後又過了幾天說 他又來敲門了 然後敲敲敲敲 然後我還是要讓他進來 因為我已經跟他有過 一面之圓了嘛 我也收留過他 他很在乎那一面之圓 對 有沒有看到 他一直是一面之圓 你自己會被卡住 我跟你講我後來就後悔死了 因為他這就是一個中年媽媽 然後我這次打開門 然後他竟然就說有人要殺我 他跟我講有人要殺他 然後我就想說好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 就是講一些他的故事 然後我就聽 然後也就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說那我陪你回去 然後我就陪他回去 根本就沒有人 他就是一個人住在角落邊間 就沒有人 然後之後呢 他又來敲門的時候 我就裝沒有聽到了 然後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真的好厲害喔 有一次呢我早上起來要去上班 而且那時候騎機車 他已經坐到我機車後座了 很奇怪啦 真的 為什麼坐在我機車 不停地啊 不停地啊 那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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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一個 然後再來呢 我又搬到那個 裝進路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也是套房 不是套房 都會有一個網路Wi-Fi 是每個房間 然後常常呢我要上網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網路斷線了 然後我就先叫房東來修 然後這次房東我見到了 這真的第一次就見到他 是個媽媽 然後他就去看 他就說你的線被拔掉了這樣 他就說或者不小心掉了 他就幫我插回去 然後我就 第二天 我又斷線了 我又自己去看 後來呢 我每次我的Wi-Fi線都一直被拔掉 但他只拔我的 為什麼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結果後來那個 人家就說他可能 你流量算太多了啦 你會下載那些影片 他就幾句幾句 他就這樣下載 我跟你講 因為你只要回來 網路就會卡 所以大家都拔 對 他一回來網路就會卡 因為你只要一拔掉 這時候只有兩顆 可是他就一直拔我的 好 我承認我有看 但他不是很準 也不用承認 而且我跟你講那個荒謬 是他一直拔我的線之外 就是我們那個 大家都共用洗衣機 然後我們去洗衣服 然後我就先好好洗衣服放進去 只是會等他這樣子洗完之後 你就大概差不多直接去拿 然後後來裡面都會加入一些 不是我的衣服 就是我覺得呢 就是趁我去洗的時候 不知道哪一間房客 他就進去 然後快快快也把他的衣服 對我丟進去一起洗 他就可以省洗衣機 可以省 因為不是你的衣服 你就會放在那邊 默默就會被搜走 也太省了吧 重點是因為我人又太好 所以我就是在晾我的時候 我同時就把它晾起來 然後後來之後就常常會有衣服 一起放進來 然後後來我真的覺得 就是我在那裡可能真的不受歡迎 但我真的很乖喔 他把我的網路線 然後丟衣服進來給我洗就算了 我每天回家 我的房門都會被塞一張禁思雨 我覺得就是 剛好但我覺得很棒 禁思雨就是很正面 可是他可以塞別的 塞錢或塞什麼 但是他就每天塞一張禁思雨 我快擠滿了喔 真的 是 那我來講一下我遇到的那個怪房東好了 是哪一間 那時候是住這間 我就是那一年認識你的 對 那時候我剛那個明傳大學的大二 然後大一的時候我是住宿舍 然後大二的時候我就要搬出去住了 就跟一群同學 然後那時候呢 就有一個學長介紹的學姐 就說他剛好有一個租的房子要退租了 可以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五個人就覺得還不錯耶 然後我們就去看房子 然後就二十幾瓶 然後一個人大概付四千塊 然後就覺得好像還可以 算舊舊的 可是一去看房子 就覺得怪怪的 就牆上有貼什麼佛像啊 官司營的像啊 還有很多佛金這樣 然後後來那時候學姐跟我們見面 就很好送很多零食 你也知道大學的時候就笨笨的 就覺得好棒好棒 有吃了就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後來就開始要 開始要搬的時候 學姐就跟我們說 他就拿出合約來 就說 可是我們大概每個禮拜二四六 我們會有聚會 然後禮拜天呢 我們會比較長時間 上午跟下午 我們會有佛堂的聚會 他們會集體在那裡上 那個佛法之類的 然後他說你們也可以參加 可以進化你們的人生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蛤 這樣好嗎 然後就有點在考慮 然後拿到那個合約 我就看到不對耶 有兩個房工 那就是三方合約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然後我就偷偷把那個電話 跟地址記下來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事情不太對勁 然後後來我就一直不簽約 然後那個學姐的態度 就越來越差 然後他就 我後來就忍不住打電話去給那個 另外一個房東 他就說 蛤 她就說你過來我們聊 他就住附近而已 結果一去 那時候很緊張 因為大二位 後來就跟他講整個事情 然後其實那個房東人很好 他說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那個房子他只租一萬二 可是那個學姐賺我們兩萬 所以他其實中間賺很多錢 然後後來那個房東 就打給那個二房東 我們的學姐 就跟他說你不可以這樣 那個我會告你 你現在就立刻給我搬走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真的住進去 然後有一天學姐就來 他就開始態度變超差 我想說學佛人態度還這麼差 就很兇 就說好啊好啊 反正你們要這樣是不是 我們就把我們的東西都搬走 然後因為我們租進去的時候 以為有電視有什麼 他就開始狂搬 就整個都搬空 電視也搬走 那時候我們剛好在看足球站 他就拔掉這樣 很臭屁這樣 然後後來連馬桶刷什麼都拿走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個是他的嗎 那個是他的沒錯 可是那時候我們租進去的時候 不知道以為說 他有說有付家庭 對啊 他就說都有付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就很衰這樣 然後他就走之前還繞話 就說你們這些沒有學佛的人 心要被淨化 然後就走掉 那是誰被淨新廟 然後這個就是我遇到一個 很糟糕的那個二房東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我後來搬 從這個搬走之後我就搬來這裡 這廁所 這三個 這個怎麼住得下去 對啊 學生很便宜就住了 我跟你講 三坪 這個地方很有名 謝謝我 因為那個地方我有一天 我就一直聽到有人在抗議 那個文靈院說要拆掉 然後代曆人還去抗議幹嘛 就說他是古蹟 然後我一直不知道他們在吵什麼 然後我就有一天經過他 這不是我以前住的房子嗎 結果我以前住過那個 他是古蹟喔 對啊 我以前住過那個文靈院 所以他很妙 他的格局呢 他就是長條形的這樣 然後這邊可以 他們就隔了四間 然後這邊有住另外一個 老太太跟老先生 然後中間有一個天洞 真的可以看到天空的這樣 天井 天井 我還生動耶 我肚心動 我後來是不是這樣 天目羅洞 天井啦 然後中間他就是廁所 兩間廁所 兩個廚房這樣 然後廁所就是像剛剛看到這種 他就是有霧玻璃這樣 然後比較難相處的是隔壁的老婆婆 因為他分得很清楚 他就是因為我們在那個天井掛 曬衣服的時候 不能超過他那條線 如果超過一點點 他就會全部把你擲成一堆 就變一堆 這樣 就全部擲成一堆 而且他很常在那裡 閒晃發呆 不知道在想事情這樣 然後因為那個浴室是霧玻璃 所以很常你洗澡洗一洗 就轉頭一看 就... 很容易 站在那個窗戶那邊 超恐怖 我遇過一個怪房東 因為以前學生時代 有在外面租房子 然後那個房東就是把我們的 他就是一整層租給我們幾個人 你大生這樣子 然後那個我們只能困在房間裡 因為整個客廳 就被他堆滿了東西 他就把我們的客廳當倉庫 他當時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這個我不會搬走 你們就是用你們的房間 我算你們便宜一點 所以房租其實真的滿便宜 你那個... 我那個年代太早了 一千多塊錢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在哪裡 在蘆洲 對 三十幾年前蘆洲 所以那個時候 這房租算是很便宜這樣 那我們就接受 可是每一天回來 就是很像倉庫 他堆滿了各種舊報紙跟舊雜誌 然後有什麼讀者文摘 一落一落都捆好好的 我覺得他也不丟 他也不賣 然後我也沒看他在讀 然後我就不懂為什麼要擺那裡 然後就長很多灰塵 所以我們每天回家 就是聞到那些倉庫的味道 沒味 然後只能夠進房間 這樣子 我遇過的是怪房客之外 他也是 同時也是身兼怪管理員 因為我就租到一個大樓 然後呢 我就想說 終於租到大樓了 因為就是你的垃圾可以有管理員 幫你丟什麼 這是好方便喔 結果沒想到 這是一個惡夢的開始 因為那個管理員呢 他本身他是住在一樓的 所以他是每一天他會 挨家挨戶去收集每一家人的垃圾 這樣子 那一開始我覺得這是好事 可是呢 他是把所有的 就是除了我們這一棟樓的垃圾 跟廚餘收來之外 他還負責他 我們那一整區裡的所有垃圾 這麼熱心 所以我們 他要分類是不是 對 他自己要分類 但是我們那個公共空間 差不多只有四五坪大 但是那四五坪大 然後全部都堆滿了垃圾 就垃圾在那 對啊 就在那邊處理這樣 可是因為他沒有地方放 他只能放在那邊 所以我們每一天 就是要搭電競經過的時候 都要就是避開這樣子 這超臭的 然後呢 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為什麼他要收集這些垃圾 因為他就是 我們每個人用那個 台北市的環保垃圾袋 要買那個很貴嘛 他去把那個 所有每個人的垃圾都集中 然後分類這樣 最後呢 他把那個環保垃圾袋 全部再收集起來 再 就等於說 他用五折的價錢 再把那些 用過的垃圾袋 再賣給我 對 所以我 一開始我也覺得好 可是我後來用 開始用的時候 我一打開 套下去 就有一些發霉的那些 菌絲啊 什麼的這樣子 而且有湊耶 對 用過了 太節省了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奇怪 他為什麼要這麼節省 因為他好像在外面 就惹上了不少麻煩 有一次我是 就是琴摩是回家 然後要經過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地盤的時候 他就堵住我 然後就說 我跟你借 不要多 五萬塊就好 很多 我跟你講 很多 五萬塊很多 很多耶 然後他就開始講他的故事 他就說 因為我現在在外面 就是弄出一些麻煩 然後我也不希望把那些人 都帶到我們這邊來解決 威脅你 對 他就這樣威脅 說不然你就先借我五萬塊 我去把外面的事情處理好這樣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找我 我們這棟的其他 還有很多其他的人這樣 結果後來 就是我就一直死都不借他的錢 然後有一天我媽上來 他還跟我媽借錢 而且他跟我媽開八萬塊 八萬就好 對 如果要八萬塊就好 然後我媽就趕快叫我 趕快搬你那邊 所以我為了躲他 我後來差不多兩三個月的時間 就我管一月 對 我因為他就在一樓 他就每天大電梯都要經過那裡 我後來就變成走安全梯上下樓 然後另外一種很可怕的狀況是 你的那個房東 如果是跟你住在同一層樓 譬如說他住在你樓下那一種 他真的是 對 你真的是永遠躲不開他耶 三不五十 然後再加上他如果感情不順的話 有一次我就住在五樓 他是住在四樓的房東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在打麻將 打得很開心這樣子 他就突然叮咚 然後他就帶了一鍋 他那個燉好的湯這樣子 女房東 女房東 然後我也想說 哇塞 好貼心喔 我們打麻將 漂亮嗎 還不錯喔 那很好啊 就是在那個成熟的女性當中 還算是有味道的那種 對 然後OK 他就幫我們鑽湯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想說 吃一吃 聊一聊 你們打麻將 然後他再幫你盛湯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 好可愛喔 他穿什麼獅子的睡衣嗎 是沒有那麼誇張 穿得很居家這樣子 那我們就想說 怎麼這麼貼心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打阿 然後聊一聊 結果後來 他的重點是 他自己也想要打那個麻將 所以他一直都不想找這樣子 他就在等我們 什麼時候缺咖這樣子 後來我感覺出來了 我就起來 我就讓他跟我的朋友打這樣子 那我朋友覺得很怪啊 怎麼跟一個摩托人家這樣子 後來我朋友就紛紛的走了 走了以後呢 我就想說 那你也差不多該下樓了這樣子 後來就變成我跟他 獨處的時間 他開始跟我講說 他最近在跟他老公打離婚的官司 他暗示你啊 然後一聊 聊到早上七點 你也沒什麼動作 完全 然後後來我就 因為我跟他聊了那麼一次以後 他變成說兩三天就來找我聊 他覺得跟你熟 對啊 你活該啊 你跟他溫存一下 十分之內 這時候房東又叫他來見小甜甜 對 他不喜歡這種 很壞店 沒有 就那個女房東去見你 然後他老公來見他 這樣就解決了 那怎麼辦 對啊 他就不就搬家了吧 沒有 我後來差不多 因為我後來還帶著他 去找他老公談判 蛤 真的 他還在你什麼事 他後來已經就是 你會被當小三 他後來就已經有點到這種 我覺得應該已經有 精神不太穩定了 他會問我說公車要怎麼搭 然後什麼什麼 他老公都不給他錢 他沒辦法搭計程車什麼什麼 我就帶著他在公車站上來等車 我還陪他坐到他要去的那一站 帶他去跟他老公談事情 那他這樣會不會愛上你 恐怖喔 後來之後拿來的湯 都是孟波湯 你說還有一件事超誇張 因為你講說那個很過分的學姐 把你家電視拔掉帶走 你知道他之前 為了跟他朋友打賭 然後打賭輸了 他在他家 他爸媽在看電視 他跟他朋友進去把電視拆起來 直接往下丟 真的假的 然後他爸媽傻眼 就很累了 就睡著了 然後我隱隱約約就覺得 然後不太睡著 就感覺要被壓了 然後我就被壓錯 我就啊 蹦動 就睜開眼睛 然後就突然看到 有一個很像抽菸的那桶片這樣 這樣 這樣 然後就一個女生 化作在我身上 然後看另外一個女生 是我人生一次看得最清楚 他要身材好嗎 對不對 我沒有看他身材 還有一個狀況... 好可愛喔 你看房子都看不出來 你真的要住了 你都才知道 而且這種一定要晚上去看房子 才會知道 沒有 這個真的不知道 那他要出來就出來 我跟你講 我先講一個 我住那個房子 我住得很平安啊 我什麼感覺都沒有啊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來我家 他一坐下來然後就不太說話 那因為他是滿有名的陰陽眼 那我就跟他聊一聊 我發現他態度不太對 都不講話 然後眼睛一直盯在某一個地方 那我就... 真的很可怕 可是因為他什麼都沒有講 我也放得很輕鬆啊 我只是隨便開玩笑 我說你該不會看到吊屍鬼吧 然後他居然很誠實 他說你怎麼知道 你說什麼意思 好恐怖 而且那個人還在那裡耶 那個鬼還在那裡 可是我覺得有的 你知道他會有 他會很白目 就走一走 他說你等一下... 你撞到人家 他就一直告訴我 真的... 真的好討厭喔 你不要這樣 我沒有這種朋友 我跟你講 他們都會是這種朋友的 真的假的 你們都看得到 我是有感應得到 我如果走進一個房子 我覺得氣氛不太對勁 我就會快點走這樣 好可怕喔 那你那幾個 那個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大家一起住 就覺得還好 有的就是比較特例的 那我先講一個 就是也是剛剛那個 不要講地方好了 就是那一次是我進去 都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我就睡覺的時候 然後我就... 那一天是發燒 然後是白天喔 可是因為是木板隔間隔間 所以那個光很暗 就一點點光 然後大家都去上課了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不太舒服 然後就開始做夢 然後就真的夢到 紅衣小女孩這樣 很經典 我就夢到她在那種長廊那裡 跳來跳去跑來跑去 好可怕喔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很常常 然後我就醒來 然後想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也沒有被壓什麼的 然後我正在想說 那啃詞是做夢吧 然後我就聽到我耳朵旁邊 很靜這樣 啪 就很清楚的聲音是 進一刻 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整個人停住這樣 我就一直覺得 這邊有個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大概 我就畢生眼睛 就大概躺了兩分鐘再起來 然後我就快點出門這樣 然後這個是比較短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也是蠻恐怖的 那個是那個 我們之前棒棒場其他 那個弟弟他們租的 然後那時候 我很常去那裡租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住在一起 就跟Circus一樣 會被大家...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練舞啊 或幹嘛 然後樓下就很吵 然後樓下是那個前圍山住 前圍山住的 就很衰 因為他每次就上來說 你們可不可以安靜一點 我兒子已經睡覺了 這個我知道 就很衰 很可憐這樣 然後後來有好幾次 是我們真的有在練舞 然後後來有幾次 他上來按電影 我們想說我們在看電視很小聲這樣 他說你們不要再跳來跳去 所以我們就互看 想說沒有啊 我們沒有跳來跳去啊 然後事情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就開始有點詭異這樣 然後後來有時候 我去那裡睡的時候 就很常會突然睡到一半 被人家這樣 我就會嚇醒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是嚇醒之後 就看到一個黑影這樣 就跑出去 有一次是最誇張的是 那時候我就... 那時候有一個棒棒行弟弟 他就在旁邊用MSN 那時候還有MSN 就等... 然後在打字 然後我就很累 我就睡著了 然後我隱隱約約就覺得 好像不太堆勁 我就感覺好像被壓了 然後我就被壓錯 我就啊 蹦蹦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我在做夢 後來我就醒來了 然後我就... 我就睜開眼睛 然後就突然看到 有一個很像抽菸的那種菸這樣 這樣... 這樣合起來 然後就一個女生 跨坐在我身上 然後旁邊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我...這我人生 一次看得最清楚的 那他身材好嗎 我沒有... 身材... 因為他... 他就一直在狂笑這樣 他一直狂笑 然後我就... 然後那時候我完全不能動 然後我... 我確定我醒的是因為我聽得到 毛弟在打字 然後還... 自己在來笑這樣 然後我就真的不能動 因為用嘴巴這樣 在叫他這樣 可是他... 不知道我在幹嘛 他以為我在打呼或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 我就真的就... 他在地上已經弄很久 然後後不然才推開來 不弄很久 弄什麼 不是 掙扎 掙扎很久 因為沒辦法醒來 掙扎很久 後來推開來 然後才醒來 然後毛弟就說 我以為... 他說我以為你在睡覺 講夢話什麼的 他看不到 然後後來其實那個時間 很多住在那邊 幫幫幫幫幫的弟弟 有的都失眠啊 或者是有的時候 看到很多奇怪 然後最後他們就找人家來看 才知道說 啊... 這種狀況是租一整層的 對...一整層的啦 套房就不用 套房就沒關係 因為套房你隔壁都是朋友嘛 你有事大叫就好 所以不用拜 我是這樣子啊 對... 有遇過啊 有遇過啊 我們就沒有遇過啊 因為隔壁有人啊 應該會先... 好恐怖喔 你不要這樣子講 我已經住很久了 住了三年後才發現 我是台灣也知道 朋友會怎麼講 好... 到底是什麼樣的朋友 我們來看看 選這兩組的 還有剩下的兩組 沒有揭曉啊 來 我們看一下 商家 這個仇家 他最近了急診室喔 恐怖一生的 Eason還有勇 2 你們三位是好房東好房客嗎 50啦 一半一半 是 你們是冷靜的房東跟冷靜的房客 只要制定契約就依法辦理啊 對... 不要講什麼情面啊 最好都不要相見 因為首先我覺得你們是屬於那種 多見面多麻煩的類型 真的 如果人家見到你 人家也會黏上你 所以以後少見面為妙 你不太擅長處理這種事情 所以作為房東或房客 你用這種依法辦理的態度 是對你的自我保護 好 我們來看 小蕾還有阿本還有甜甜 你們是... 80年 好房客 你們喜歡跟人家打成一片 會當成自宅 裡外都打理得很好 是好房東也是好房客 你們作為房客 你們會把屋子照顧得好好的 然後好像在跟房東說 我是好房客 那如果你們是房東 你們也會希望做到一個 照顧別人的責任 那可能平常就是拎湯 給人家的那一種 不要騷擾客人 我真的會 他會 我都會看 因為現在門都會有一個洞 你都可以看到 你的對面旁邊長怎樣 有沒有同一個房東 但目前還沒有搬來帥的 如果有帥的 我就會出手了 妳還要講一個喔 妳不要再講喔 沒有 房子有阿彭路 我跟妳講我是 我跟妳講 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住過了 就住過 可是那個時候 我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長大之後 約莫在 應該是七八年前 然後我也不講那個地方好了 然後我那時候住的房子 我是晚上去看的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人 如果運勢衰 或者是 真的在幫妳叫的時候 妳就莫名其妙 妳完全不用想 妳就馬上要訂那個房子 因為我那時候去 那個套房其實滿便宜 就什麼都有 而且是新的 然後才六千五 那我一去的時候晚上去喔 我都不管它周遭環境 我馬上就很堅持著要簽約要訂了 那那時候 之後搬進去才知道說 喔 它的 它的對面是那種廢墟 然後旁邊其實也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 我的五樓 就是五樓也是一個人家的佛堂 然後我們是在四樓 等於房東是打掉那個四樓 把它隔成套房租給人家 然後我一進去那邊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才剛出道沒有什麼工作 但我一進去就接到了一個外景的主持 是友台的那個 就是鬼的 是去感應的那種 對 對 去體驗的 然後呢我永遠記得 我第一次出那個外景的時候 去求助的是一個阿公 然後那個阿公就是一直說 他住的房子有貓 然後那個貓會傷害他 然後他就給我靠他的腳跟手 是真的就是很多潰爛的那種 被抓的痕跡 但他的房間呢 因為都有一些愛心的團體 幫忙打掃 其實很乾淨的 那再來他的房間真的沒有貓 那老師去處理就是說 因為他的貓其實是貓靈 所以只有阿公看得到 而且從此那個貓靈呢 又生了兩隻貓 所以那個房子裡面有三隻貓 還可以生貓 因為那個 很妙的是那個阿公就說 那個時候他說那隻貓不然很可愛 他都讓他在這邊睡覺 後來長大之後變得很醜 然後很臭什麼的 老師才分析 好 我那天回家之後 我左邊這一間房子 因為我是住在等於 出電梯我是住在第二間 然後第一間跟第三間 倒還是有人 那第一間的那個房客呢 第二天就敲我的門 他就說 如果 你不把你的貓處理掉 我會跟房東講你養動物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沒有養動物 他說 昨天晚上那個 我也在起雞皮疙瘩 他就說我的貓一直抓那個牆壁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沒有養 我就說你看 好 他就沒有養 然後呢 再過幾天喔 過幾天之後那個房客 就是一樣同一個房間 又來敲我的門 第一間的 對 他就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住戶 你不要晚上的時候 一直在那邊 你覺得我們這個房子 有辦法放鋼琴嗎 他就說 可是晚上的時候 一直在我的房間 有傳出那個音樂的聲音 我就說 真的沒有 你自己看 然後看完好 我覺得他自己心裡 可能也覺得毛毛的 他就沒有來找我麻煩 然後那時候我同時 也在出那個外景 然後剛好七月份的時候 我出完外景 回來的隔天我就在睡覺 睡...我就覺得我在做夢 但那個夢境很清楚 就是我的床旁邊 就有一個阿公跟阿嬤在吵架 然後在吵...我就看他們 然後我看他們 完之後那個阿公就 然後就這樣抓我這樣子 抓我的背這樣抓 我就嚇...我就起來這樣 我就想說做夢 可是你就覺得背好痛 然後我就會照鏡子 就是真的有被抓的痕跡 可是你知道後來我就覺得 這一切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承受那個心理壓力 我就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外景帶來的 還是什麼的 我那時候已經不紅到一個 就是超級不紅 我還自己說我要請辭了 就是我後來就請辭那個節目 那之後呢 就有一天 我要回家的時候晚上 我就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有警車消防車 然後還有那個救護車 在我們樓下門口 我就沒想那麼多 我就上去 然後一出來我看到就是 就是前幾次來問我 一直聽到聲音的 那個房間的門是被拆掉的 然後有那個黃色的封鎖線 然後警察就來問我說 你認識那個人嗎 然後我說嚇死了 我就說我不認識 因為真的也不太認識他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封鎖線 然後跟就是蓋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回去房間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那個畫面 我就覺得超可怕 我就整夜不敢睡覺 他怎麼了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嚇死了 因為我就有瞄到 那我那時候超毛的 然後我哪一晚上不能睡 我就一直在找要房子搬走 那我覺得就是可能有時候我們會 我才知道說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租兇宅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第二天要出門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他的速度超快的是 那一間房間已經換了一個新的門 然後就好像沒有事情一樣 那租房子的人這麼多 我要怎麼樣去 對啊 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 所以我後來很 對 我現在都會上兇宅網 他都非常的相信 房東要自己承認說我是兇宅網 有的會承認 他有的 就是像現在有的租房子 他就直接比較便宜 他就會告訴你他是兇宅我 兇宅 但是基本上很多不會講的呢 房仲如果也不願意講 你其實把你要租的那個地址 跟那個可能那間大額的名字 你一就是搜尋 他都很完整的告訴你 對 只要在網路上自己丟什麼 兇宅網真的很 如果你查到是兇宅確定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跟房東說解約 然後他們你是有權利可以直接解約 那我如果有個房子是 我就是有長輩在那裡過生 我阿嬤在這裡去世過喔 這樣要行事 對 要行事 這每一棟都是兇宅 對 還很小 答案死了啦 對 就是杯子 杯子死 到底說真的運不錯 現在即興都是在你的房屋的工位 很美喔 很美喔 我們可以追溯住就可以代言房仲 沒有代言房仲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就幫你 送到一個這樣的形象 好 好的 所以你有沒有那個準備要吃黃子的呢 或者換黃子的呢 來看一下... 好 未來三個月喔 有些人租運還不錯的喔 我挑了四個星座喔 所以如果你是這四個星座 那麼就可以試試看囉 那其他六個... 其他的就... 暫緩 這三個月就暫緩 就沒有那麼的幸運 對 這樣會買到這麼幸運 或者是... 或者是就找這四位 去看一下 去看 幫忙見 去幫忙看 用他們出面喔 讓他們來出面喔 好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第三名一位喔 那就是... 射手座還有... 耶 有 搬家... 射手座滿有所謂的長輩員 對... 不錯... 雞湯房東嘛 除了射手座還有牡羊座 牡羊座 對 真的嗎 對 所以... 然後又有長輩員 譬如說你要租的房子 有時候房東就是會挑上 如果是好一點條件的 他有幾個房客在想 他要租給誰 你們都還滿有機會租到 很不錯的房子 不錯... 而且房東應該不至於是那種... 還有雞湯喝 還有雞湯的那種 雙女朋友 我覺得工作還有健康 就是... 最重要 最重要 都很順利啊 又平安這樣就好了 對啊 太好了... 而且... 我覺得這兩個星座有一個好運 就是你們的房東應該屬於 比較不會那麼計較的 或者是房子 裝潢還不錯 屋況還不錯的房子 好 第二名呢 是...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天秤座 現場倒是沒有 好 那天秤座的朋友呢 其實你的租運也滿好的 也是屬於... 譬如說房東滿隨和啊 好商量啊 你提出的要求 他都能夠答應的那一種 好 第一名是最好的 謝謝 第一名是... 阿本 耶 我真的這兩天就看房子了 很好啊... 耶 那可以搬了 我剛剛是妳還在想說 如果不是我我就不搬了 再贏一下 太好了 搬到內圖啦 其實這個雙子座的好運 如果用在買房子也不錯 是 對啊 妳賺那麼多啊 對啊 我知道 你們兩個幫我一起看房子 兩、一、三名的 我再湊個二名的 也是本人吃草的問題 不要這樣 對啊 房子太好了 妳先把自己吃草想好吧 妳讓我看一下 我們這現在很好 雙子座真的運不錯喔 現在集星都是在妳的房屋的工位 是 所以這種情況就是 譬如說房仲就是失心風 妳在找房子的時候 他就會把最好的先通報妳 然後或者是說 整個租屋的過程非常順利 然後會得到很多優惠 用比較少的錢 租到比較好的房子 太好了啦 好完美喔 很幸運 我可以租一租就可以代言房仲 代言房仲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就幫妳 受到一個這樣的形象 然後記得幫我們 不過房子真的很重要 因為一天二十四小時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我們都在 睡覺 睡覺在自己的房子裡面 對不對 那個就是一種底氣 真的 就是風水真的對人有影響 妳就算人不是常常在裡面 但那就好像是妳要出發的點 那個點真的很重要 所以還是 不要太ticky 對 要照顧一下那個住的地方 對 而且睡眠品質好 其實 就不會差到哪裡去 然後打妳的乾乾淨淨的 事業運也會比較好 是 但是有傳說就是某一種人 他很適合住那種 就是比較漂浮 對啊 可是有一些人專門在住這種 他們就會越住越旺 那個應該是滿偏門的 就是妳的命也必須要很偏 如果妳想走正規的生意 做正規的事 就不要試這種的 如果妳是夜生活 或者是那一種 妳本來就是 比較走偏峰的行業 對 非常賭博的 那可能有些人 一定來這一套 是 是 那最後我的東西 是妳們找 就找到 買到應該是這樣講的 買到吧 買到一個適合妳們的房子 好不好 好 大家努力工作 加油囉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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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